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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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这次来上犹太文化的课程 那我们在上次的一讲中 我们已经把第一部分 有关我们的历史 经典还有教育的部分 已经介绍完了 那从这一讲开始呢 我们要进入犹太文化里面的第二部分 这个就是有关犹太文化的节期 人生礼仪 还有日常生活 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五讲 有关犹太文化的节期 那我想这一讲是先讨论节期 以后我们陆续会介绍人生礼仪 还有日常生活 那这一讲的内容主要是介绍 犹太文化的节期 那谈到节期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主题来讨论 那一个是依照大自然的循环 世纪变化 而成立的节期 那这在犹太文化里面 包括了新年 祝蓬节 还有月节 还有五旬节 有关这个各个节日的介绍 我们再等一下会再回过头来 来介绍这些 那除了大自然节期循环所产生的节期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就是跟历史 也就是说跟犹太历史 还有跟他们宗教相关的节期 那像是蜀罪日 修典节 还有普洱节 还有圣殿备回 纪念日 以及以色列国特别的节日 还有独立纪念日 还有大菩萨纪念日等等 这是从自然还有历史的两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关大自然节期 相关的节期 所以在我们这一堂里面 第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一年的节期 还有大自然的规律 那每个文化都有很特别的 意义的年岁节期 有些节期是跟大自然的运转 循环 农作物的播种 还有收成有关 那譬如说在 台湾的汉冷的节期里面 有包括像春节 春天来临 还有冬秋节 秋天 还有等等节期 那在台湾原住民里面 我们看到的有风延祭 那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风延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以东部来讲 在阿美祖里面 随着季节的变化 像台东会在7月的时候 有风延祭 那同样的阿美祖到花莲 就会在8月 庆祝风延祭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台东的7月是农作物收成的时间 而花莲呢 因为比较比台东北边一点 那所以他的收成的日子就满 比台东慢两三个礼拜 那所以会有7月和8月的差别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跟农作物 还有气候有关系的这个节气 那至于说像 跟历史还有风俗节 节气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们台湾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像是端午节 那端午节里面 他有包栋子还有华龙舟 那我们知道这是跟去远的故事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这种节气里面 不是跟大自然相关 却是跟历史或者说跟风俗习惯相关 那同样的 在犹太文化里面的节气 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有跟农业作息相接连的 有跟中文教信仰接连的 也有是跟历史经验接连的 那这些都形成了他们的紧密的关系 就形成了那个多样特色的节气年历 那犹太的年历 在这边要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就是说 它的特别是在结合了所谓的阳历 还有阴历的特色 譬如说 它年的算法里面是以太阳年为周期 那但是呢 月份呢 就是依照月亮的圆缺变化来算 那就年来讲 在犹太节气里面 他们每年是用秋分 就是9月22或者23 作为一年的开始 所以他们的历法是所谓的丘历 那像他们称为叫做新年的 这意思就是说一年的头 一年是头 像这是新年 那比如说像在公元2010年9月起 那这个等于是犹太年历里面的五千七百七十一年 那这五千七百七十一年是从 陀拉里面的创世纪的元年来算起 所以在我们的年历里面我们提到的是2010年 但是在犹太历里面已经是五千七百七十一年 那不过呢在犹太的月份里面 他是根据的是月亮的周期来制定月份 那月亮周期里面我们知道说一个月里面有二十九 或者三十天为一个月 但是这种月份的算法呢 他们却是以春分 尼三月作为第一个月 那十二月 十二个月为一年 而年和月的时间差里面 我们会看见 他们的依照十九年为一轮来排序 那安插七个润年 分别是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十四、十七、十九 把润日放在这个雅达月之后的附属日 称为叫做雅达旋律 那就是润日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看见说 各个月份的那个名字 那个算法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以下呢我跟同学们做介绍的是 在犹太教里面 他的那个月份的名称 还有他们 那就说过刚刚的那个年 还有月份的安排之后呢 在这边用几张图表 让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犹太人的月份里面 他到底是怎么算的 像是他们第一个月叫做雅三月 那这次期呢 大概会在我们的 现在阳历里面的三月或者四月期间 这是他们的你三月 再来是一亚尔湾 一亚尔月 那这一亚尔月里面是在 我们的阳历的四月和五月间 那再来是第三个月之后西湾月 是在我们的阳历的五六月间 那第四个月他们是塔摩斯 是在我们的六月七月间 第五个月是雅布月 在我们的七月或者八月期间 那第六个月叫做以路月 是在我们的八九月间 那第七个月是提示历月 是在我们的九月还有十月之间 再来他们第八个月是叫做 马赫斯湾月 这是十月到十一月期间 那第九个月是七十六月 在他们的 在我们的十一月到十二月期间 那他们的提代交的 第四个月呢 是提别月 那我们的十二月 还在十一月前 那他们十二十一个月 是叫做 西伯特 西伯特月 一月到二月间 那最后一个月叫做雅达月 就是在我们的雅达的二月 还有三月间 那介绍过这些月份以后呢 我想大概 因为跟歇息有关系 所以跟他们的 以色列地或者说 巴勒斯坦的这个气候有关系 那我想在这边就 顺便介绍一下 有关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气候 那这个地方 以色列或者说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 假如我们看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西边是地中海 那在古代 这个海是世界 现在也是世界 和各个文化当中交流的要道 而在哪里 这东边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见是 约旦河谷以东的 这些东约旦的高原 那高原的东边 在东边区的话 就是叙利亚的沙漠 那有几条纵谷 就是和把这东约旦呢 切成几个不同的那个高原 那假如我们从北到南 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有些不同的一些河流 在这边产生 那这边是约旦 然后这边就是以色列 还有那个巴勒斯坦 在古代里面 那我们看见了这些地方就是 在我们说塔纳里面 或者说陀拉里面 在我们经典里面所提到 很多的事情 人物都出现在这地方 发生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假如说 从这北边到往南边来看的话 分别就在最北边的这个地方 也叫黑门山 大概将近3000公尺 2800多公尺 然后再来就经过了这些加利利海地方 然后约旦河往南 这边叫做 我们叫做撒马里亚的高地 然后这边叫耶路撒冷的高地 一直到往这边 越南边 那个 这地方叫做是尼格旷野 就是尼格旷野 那除了这个巴勒斯坦 或者以色列这四周之外 那我们还有看见 整个人生的土地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地里面 比较是平缓坡地 然后这边是中央山 然后这边是山谷的地 好 那其实这个构造的话 西部的平原 中部的比较高的山地 这又东边这边呢 这是那个河谷山地 那这种情况会 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在气候上面 因为这是地中海型气候 所以从11月以后 这个往西北风下来的这些风呢 带着那个地中海的水气吹到这边来 然后所以这边就会下雨 而到了4月以后 从11月到4月的时候 这边有不断的不同 从波次的地中海型的海风带来的水气 到了隔年的4月开始就变成干旱 那所以雨水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 主要的雨水是作为他们主要的水源 北部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这边说 雨水比较多 雨水能逐渐向南递减 那因此就形成他们的特殊的气候 好 那在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 这是主要的是 谈到的是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里面 两个主要的季节 那这季节里面包含了冬天冬季的雨季 还有夏天夏季的干季 那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地方 是属于我们说的地中海型的气候 那地中海型的气候里面是这样子 就是在十月到隔年的四月之间 也就是说从秋天一直到春天之间 那这湿冷的空气从这地中海 往这个陆地上面吹 那所以它就带来了水气 那所以新北的季风带来了足够的水气 所以就形成了真正的雨水 好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这雨水里面会在不同的地方降落 那因为在地中海在巴勒斯坦这地方 中间是中央的高地 大概在600到800公尺 所以当雨水过来的时候 这些山就会挡住雨水 水气然后降下雨量 那所以在十月到四月之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雨季 那在这个雨季里面又分成所谓的前期的雨 还有后期的雨 那前期的雨是指秋天的雨 就是十月底还有十一月开始前期的雨 那这前期的雨降下来的时候 会帮助让这个干硬的土地能够松软 那这样我们看这个地图里面 我们看得到 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里面 江南地这个地方里面 很重要的是石灰石的土地 那石灰石我们知道说 它干的时候像硬的像石头一样 但是当它下雨来的时候 就会滋润这些土地 让这些土地能够松软 所以当你耕的时候你就会有力 可以松土 然后可以耕种 杀种 然后让这个农作物可以成长 那至于后期的雨呢 我们称呼它叫做是春雨 也就是说在大概三四月 就是雨季快结束之前 那因为经过了几个月以后 这个土地里面已经生长足够的农作物 那有的农作物甚至是开花要结果 那所以后期的春雨来的时候 让这些雨水能够充足的话 可以保证这些农作物可以开花结果 一直到收成 那所以这是春雨里面是让农作物能够收成 收成一个很重要的雨 那所以这个雨季对巴勒斯坦 或者说对加南地这个地方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着在五月开始收成 像是我们看到的是大麦 然后小麦还有其他的农作物 像是五花谷或者是像是橄蓝 或者是像葡萄这些 那从五月到九月里面就是干热的季节 那是干燥甚至有的时候 就一地雨都不响 那所以这是从雨季里面 一直到干季里面 我们就看见农作物就成长收成之后 就大地就酷旺无片 那所以这个水分变得是非常缺乏 不过也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面 我们看见农作物的收成 一直到收成完毕 那一直到九月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新年 新的一年开始 就准备秋收收藏食物 然后等待下一个雨季来临 再次开始耕土还有播种 这是我们看到两个主要的季节 那在刚刚提到雨量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从这个雨量图里面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那这个图里面的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较深的地方是雨量比较高的 然后是比较浅的地方是雨量比较少的 那降雨量在这边巴尔森的这边 降雨量假如是多于400公里的地区的话 它就可以提供耕作 像在这边我们看到400公里为这个界限 也就是说在这个以上 这边都可以有耕作的一些土地 还有那个农作物 那在400到150公里的地区呢 有较多的雨量的时候 也可以耕作农作物 那这是像400到150 就是比较南边的这个地方 那当雨水不足的时候 则是放牧山羊 那所以这个在400到150公里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情况的变化 比较有湿济来临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像秋天一直到春天的时候 它雨季来临的时候 它可以耕作农作物 那雨水不足的时候 它就放牧山羊 所以这比较小型的动物 还有绵羊 那像我们看见 假如我们去看塔纳或者是陀拉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很多很多的描写故事里面 就是发生在这些山区的地方 像是大卫王是放牧山羊 放牧绵羊的牧羊人 那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里面 就是出现在这些地区 所以这个雨量对这个土地里面影响很大 而且也形作出农业文化出来 而且带出犹太文化里面的特色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雨量的地形里面 其实是影响犹太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把这个做一个介绍 让同学们能够了解 那提到这个大自然里面 这张图里面让同学们看一下 这所谓的那个卡列尼奥 就是所谓的野地百合花里面 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漂亮 那说到这些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摘要 我们从这个泥山月里面一直到那个雅达月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是一年十二个月 而随着这个雨季来临干季来临 在这两个阴处交杂之下 所以他们的节气就会绕着这个月分 还有他们的雨量还有浓柱来形成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接着会来介绍其他的那个相关的节气 那古代以色列的月份 还有它的农市里面 其实跟现代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像这个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农业 四古以来都是维持相似的传统 九月和十月呢 因为是干季的结束 就收成了橄榄 而且把橄榄炸成油 那秋天的雨来临之后呢 就开始耕地翻松土地 然后十月只杀种 然后包括大麦小麦豆类 还有二三月的时候就割草 还有土杂草 作为牲畜的饲料 那四月收成大麦 五月就是收割小麦 七月到九月里面收成葡萄 葡花果树还有种类乳果 那这种古代以色列的农市呢 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是维持大同小异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为什么在犹太文化里面 这么长久的这些农业节期到今天 都还有很深的影响力 那这个注意的是说 犹太的节期和这个全体的犹大民主有关 比较没有个人的色彩 比如说像是伟人或者是民主救星之类的纪念日等等 其次这个节期也都大概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 那根据他那陀拉里面的立位记二十三章 还有明书记二十九章的记载 以色列人庆祝那几个重要的节期 他们的节庆那个习俗流传到今天 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遵行 那以下我们就来介绍几个犹太的年岁的节期 首先我们来看秋天秋天的季节 这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九月和十月期间 首先我们看一下新年Rosh Hashanah 这是其次立月一号 那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所谓他们所说的那个一年的开始 叫做秋芬 那在这个Rosh Hashanah里面是纪念上帝 在新来三方布律法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过 有提到过说 他们的第一个月叫做零三月 但是新年却是在那个提示立月 那这种情况呢好像有点差距 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就像是我们在台湾里面过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我们是春节为主 但是元旦反而只是一个新年而已 对我们一般台湾的民众来说意义不大 那但是春节反而是重要的 那同样这种情况在以色列也是一样 在犹太人里面他们虽然是明三月当作是第一月 但是他们真正过新年的这个节期呢 是从秋天在秋分开始 那比如说像是2010年里面呢 是在犹太年历里面五七七年一年里面 他的新年是从九月八号的日月开始 一直到九号的夜晚来临 这是在有关提到那个节期的部分里面 很重要的是他们的新年是从这天开始 随着新年开始里面 接着就是七十历月的十天 第十天里面就有所谓的赎罪日 就是雍匹父 那这个赎罪日里面在这天里面 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就会用丢伤的心情 或者忏悔或者用禁止的方式 来在阿多奈面前或者在个人安静 那这个赎罪日里面的由来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这是在历维记里面的十六章 这是古代的赎罪日的来源 从这边来 那这个赎罪日里面 在历维记十六章里面记载说 他们必须要 那一天要忏悔禁止 而且要献上生计 就是用羊的血 来除去他们圣所里面的 那个无悔的地方 还有他们要用那个 戴罪羔羊来除去他们民主的罪 那今次呢 那赎罪日的礼仪里面 通常会是在这一天里面 他们也会进食 然后就读经 读经典 还有默想 还有祷告 还有在这一天里面就全然的安静 那这是所有的节气当中最神圣的 所以又被称为叫做安息日中的安息日 那像在以色列里面 在这个赎罪日里面是全国放假安息一天 甚至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公共汽车也停止 学校停止上学 机关里面没有上课上班 然后甚至交通工具火车飞机场等等 银行全部都关闭休息一天 那2010年的赎罪日呢 是在9月17日日落开始 一直到18日的夜晚来之为止 那同学们假如有兴趣的话 请你们可以看在附在这个图表上面的赎罪日的 一些YouTube的影片 请同学们可以来点选 接着同样的在提示的音乐里面 有重要的节契叫做Sukot 就是所谓的祝蓬节 那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收藏节 那这个祝蓬节呢 主要是在于收成一年所有的农作物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月里面 是一年里面秋天开始夏天结束之后 一年的所有的作物都收成 那这收成的结束里面也包括感染 还有葡萄采收完毕 所以在这个采收完毕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可以庆祝一个礼拜 很欢喜的举行丰收的感恩节期 那在2010年是从9月22日的日落开始 一直到29日来结束 那在这个祝蓬节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像我们这个YouTube点选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怎么样子在欢乐的唱歌 还有庆祝他们的感恩收成完毕 那在这个丰收节里面 祝蓬节里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奇数就是 把这四个香园 就像是柠檬的东西 还有陶金粮 还有柳树枝 还有中树枝等等 把它编织 成为一个叫做鲁勒的东西 那这鲁勒的东西他们就 一手拿着这个枝条 一手拿着香园 在特别的场合里面到像枯墙那边去读经 去祷告 然后感谢阿多奈一年的赏识 所以这个祝蓬节在这边很重要的是这个象征 因为这次都是他们当地的土产 像这个苏口的礼仪里面 在这当中他们也会在院子里面搭棚子 然后摆上那个东书枝 然后他们这几天就睡在这里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因为相传他们的礼属里面是这样子 他们用这个柱棚子来表达 他们的祖先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流浪四十年 那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柱棚子来表达 他们的祖先是流浪在外地那种生活 那不在气候上面 刚好这个时候 刚好是巴拉斯坦那边就业的时候 那所以刚好也可以在外面亭子那边休息 那另外呢 可是像我们还是看到说在聪结里面他们有读经文 这个读经文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 他们读经文里面就会体验到说 人生好像是帐篷一样 过一阵子这个帐篷就会拆毁消失掉 就像人的身体会死消失掉一样 所以坐在这个棚子里面也代表的是纪念 人生是非常的短暂 这是有关那个朱棚姐的仪式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朱棚姐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见有那个伐喜姐 伐喜姐有不同的中文翻译 伐泰西班人叫做 Simpat Torah Simpat是喜乐的意思 陀拉是律法 也就是说为了陀拉而快乐的这个节气 那这个节气庆祝主要原因是在一年 在一太会堂里面每一年都会轮流每周读陀拉的五卷数的内容 从创世记出埃及记六位记民数记到生命记 那每年每周里面就读这些经文的一部分 那从创世记开始读起到生命记结束 那从生命记结束的时候读完的时候 他又接着读创世记开始 那所以就重新开始阅读 所以从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 然后创世记的第一章里面这样子读过跨过 这个仪式就是所谓的Simpat Torah 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过了一年了 而且又把陀拉能够读完一遍了 因此要在会堂里面庆祝这陀拉 那在像伐喜姐里面2009的话是在10月10号 那2010的话是在9月29到10月1号 是夜晚来临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他们的节期制每年不一样变动 那最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年历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他们算的律法跟我们杨历的算法是有点不同 好 那法西节里面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Simpat Torah里面就是 因为读律法或者读陀拉读完 那所以在会堂里面大家都欢乐的庆祝 这个图片 还有这些年轻人们拿着那个笔来读 经典 这是Simpat Torah 那Simpat Torah在这边会堂里面很重要的就是 台子那个陀拉在会堂当中游行 那大家都会去用手去碰触陀拉 然后亲吻表达对陀拉的喜爱 那说过了秋天的季节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冬天的季节 冬天的季节里面 第一个会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修电节 或者献电节 叫做哈努喀 哈努喀是就是光明节的意思 光明 那这是在他们的祭祀六月的15到22日 相当于我们现在是1月底到12月 这段时间里面 那这个宪敬节里面主要是纪念阿童奈拯救犹太人 脱离了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世事的压迫 那这事是发生在公元前164年 那当时马加比德加福 他的兄弟们就带领了犹太人去反抗那个安提阿古世事 洁净圣殿 那因为在安提阿古 在光明前164年的时候 他们进入了圣殿 而且把圣殿里面弄污秽了 也就是说在当中强迫要以色列人 要献上那个猪肉 而猪肉对犹太人来说是污秽的东西 那因为安提阿古要推行希腊文化 所以强迫他们这样子做 以至于引起了马加比加族的那个 还有反抗还有革命 那所以马加比家族带领的犹太人 打败了安提阿古以后 就把这个圣殿再次洁净 那因为他们从今洁净圣殿 所以就让祭坛 还有等等这些重新在洁净之后就献祭 那相传在这个节气当中 他们洁净圣殿之后 第一次马加比他们截进身边之后 他们找就从这个店里面要找 有没有不受污染的那个东西可以拿来献祭 结果他们找到一罐油 橄榄油 然后就把这一罐油就放在台灯 那个点灯上面燃烧 那很奇妙的是本来这一桶油只够一天烧完 那但是很奇妙的却是连续了八天 那一桶油才烧完 那所以为了纪念这个很神奇的事情 他们就举行了那个 或者说限电节 那像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到 2008年的限电节 是从12月21号开始连续八天 而2010年里面 我们看到是在12月1号的时候 日落的时候开始 到那个9号 夜晚来临的时候结束 那所以这个 因为他的节气里面 在每一年都会 在杨历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这是我们看到 帕努喀里面 在这边我们看到拉底 或者他们的赤者长者 点这个蜡烛 一天点一次 点一次 那这是他们特色的地方 那这是 哈努喀里面他们吃的典型 那同学们 你可以在这边点选 YouTube 你可以看得到 在哈努喀里面 他们有特别的歌曲 还有他们有特别的舞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普尔节 普林 这是在他们的雅达月 这是最后一个月里面 第14到15日 那这个日子 是为了纪念波斯帝国的时候 薛西王在位那个时间里面 以斯帖皇后 她帮助了尤大同胞 阻止了当时的那个 我们说行政院长或者是首相 他们 他要消灭 尤大人的基谋 那 因此 尤大人就获得了新生 那这整个故事的记载里面 请同学们可以看 在 哈纳里面 塔纳里面 那个 圣卷里面 有一卷处叫做 以斯帖记 那这以斯帖记就是记载这个 节气的来源 因此 这也就是说 本来 尤大人 他们面临了灭祖的命运 但是很奇妙的得到了拯救 特别是 以斯帖的皇后的帮助 所以拯救了整个民族 因此他们后来就用这个 普林 就是普尔节来纪念 那像在2010年里面 以太利的那个5771年里面 普尔节是在 2月27日的日落 到28日的夜晚 来 好这边 在普林里面 因为 在这个场景里面 有很多的像皇后 国王 宰相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在 普尔节的那节气里面 小朋友们 特别是小学生 或者日记院同学 他们就会 进行化妆舞会 像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这小朋友就 图的满脸都是 那有的是化妆 在以前的话 就有化妆 像是国王 或者皇后 或者是宰相 或者其他的人 等等 那后来呢 也有像蝙蝠侠 超人 等等这些 他们就把他 当过那种化妆舞会里面的衣服 那同学们 那同学们 假如要看化妆 小学生的那个化妆 怎么样过普林节呢 你可以点选 这一个网站 看YouTube 说过了冬天以后呢 进入春天的节期 那春天 春季的节期里面 我们首先来介绍就是 玉月节 那这玉月节是在 霓山月的十四到十五日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霓山月是犹太历里面的一月 或者真月 那这玉月节之后呢 他们随即就有连续着就是 无孝禀节 或者是无孝节 这是在年三月的十四到十一日 那他的经文来源呢 我们可以从 出埃及记的一到十五章里面来看 那也就是说这个玉月节呢 还有无孝节来源就是 纪念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埃及那个节期 那玉月节在 他的算法是在春分月圆之后的 第一个月 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里面 就举行那个玉月节 那之后呢 连续着庆祝无孝禀节 庆祝节期维持一周 那玉月节原来是纪念阿童奈 拆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 以色列人的祖先脱离 离开埃及 然后逃离 作为农历的身份 获得了自由 这是我们看到历史的 节期的面向 不过 玉月节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有农业节期的特色 那在这个节期里面 他们就庆祝 一年的农作物 可以开始收成 大麦开始收割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玉月节里面 有他的历史的因素 有大自然的那个节期的因素 从宗教的意义来看 玉月节是为了纪念阿童奈 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得到自由 那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根本的事件 此外呢 玉月节也连结了阿童奈在旷野当中 赏识以色列人 玛娜 还有泉水 还有阿童奈也赏识律法给他们 所以这几个因素把它加加起来 就形成了玉月节里面很重要的特色 那玉月节的礼仪的经文呢 他一方面是结合了生命记的二十六章 还有出埃及记的一到十一章 还有生命记的二十六章 等等这些经文 那结合之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他说我祖原是一个将往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地区 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变成又大又强的人数 人数很多的国民 不过埃及人二代我们苦害我们 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就哀求阿童奈 我们列祖的上帝 阿童奈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还有欺压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背靶 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其事 领我们出了埃及 所以月节的述说 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们的家族 男祖先和女祖先的故事 阿童奈如何介入在历史当中 以世界当中带领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 或者自有 所以月节不仅是回顾过去而已 同时也是具有教育下一代的功能 像出埃及七的十三章七到十节 他这样子说 这七日之九要吃无效饼 在你四周境内不可见有效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阿童奈在我出埃及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是要在你的手上过记号 在你的儿上过记号 使阿童奈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 因为阿童奈曾用大能的手 将你从埃及拟出来 所以你每年要按这日起守这条理 你就是说阿童奈不只是拯救了犹太人祖先 他也拯救了每一个现代的犹太人 离开埃及 出埃及 获得自由 从每一年的玉岳节的礼仪当中 犹太人经验到阿童奈拯救他们 还有带他们出埃及 带他们走出过去 走到现在 迈入将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叫做玉岳节的table 这是玉岳节的摆设 有相关的影片 请同学们可以看youtube 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主要是 这是全家做起的地方 这一个套子就是放无酵饼的套子 在这边就是一家的男主人做的地方 他在那边主持玉岳节的典礼 其他的家里人就一起来庆祝 这个就是无酵饼 这个是纪念他们玉岳节的餐 吃东西的特别的盘子 像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饼就是玉岳节的无酵饼 像脆脆的 像我们台湾在吃的苏打饼一样 有圆形还有方形的 这个比较特别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边 这个叫做西伯尔兹叫pessa pessa就是玉岳节 玉岳的意思 在这边他们摆设着特别的饮食 像这个是无酵饼 刚刚有提到过 这是所谓的和人和果泥形成的那个果酱 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们帮埃及人盖仓库 或者是盖那个储仓 用的水泥 用的泥土做成的那个墙壁 所以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的受苦 所以用和人和果泥调整的果酱 而这个呢 是所谓的苦菜 就是为了纪念 那个他们的祖先 在出埃及的时候受苦 那这个也是 那再来就是象征牺牲的代 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的牺牲 而在这当中 就特别的是这个 就是羊肉 就是为了纪念 他们第一次的玉岳节的时候 他们杀的羔羊 然后吃他的肉 然后就开始离开埃及 那再来就是杯子里边放的酒 葡萄酒 会在不同的礼拜一次当中 拿起杯来 来喝这个纪念节的酒 那这边有关纪念节的象征等等 请同学们可以看 点选这个YouTube的影片 那这个杯子让我们看到是不同的杯子里边 它会盛装着葡萄酒 像这个Pesa 就是Passover 那 的摆设 那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所说的玉岳节的当中 很重要就是玉岳节的礼仪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到叫做 Passover Haggadah 就是在特别在玉岳节的那一天晚上 他们要读的经文 还有故事 还有稻文 还有礼仪 那受到犹太教玉岳节的影响呢 其实在后来的基督教里边 他的玉岳节也称为 是像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节气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太文化 它也影响到了基督教 那所以基督教就称为East 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节 那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玉岳节和初笑节 结合成为一个1.8天的节期 在霓山月的14日里面 从下午开始 宰杀这个玉岳节的羊羔开始 那日落的时候举行玉岳节的晚餐 那这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变成是霓山月的15日的开始 那玉岳节的晚餐的仪式呢 包括分享玉岳节的羊肉 向参加者重塑初哀节的故事 以及解释玉岳节的意义 还有就是迎唱赞美诗歌 从诗篇里面选出来 那到了迎唱月的16日呢 他们就献上出手的果实 然后在玉岳节的期间呢 就举行除笑接着是除笑节 那除笑节的时候 期间呢 这家里不可以存有那个笑膜 或者面笑 只可以吃无笑饼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玉岳节加者那个不笑节的期间 那就我们现在来看呢 我们2008的时候 的玉岳节是在4月19 连续8天 而2009呢 是在4月8号 之后 延续一个礼拜 好 那所以在这边 这期间里面 他们有一些 特别日子的严禁工作 好 但是在其他的呢 是可以容许 有部分条件的工作 那201年的玉岳节 还有初笑节呢 是在3月29日日落的时候 开始 延续8天 也就是说 201年的3月29到4月6号 夜晚来临之后 这个段时间里面是 雨夜节 大家有笑节 介绍过春季的节期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夏季的节期 那夏季节期里面 首先介绍第一个就是 所谓五旬节 Shavuot 这是在西万月的第六日 在这个五旬节里面 是这样子算法 五旬意思就是说五十 那也就是说 大麦收成之后的七个礼拜 开始收成小麦 所以五旬节呢 是在无酵饼节之后的 之后的七个礼拜 一直是说第五十日里面 而这个节日呢 是庆祝小麦开始收成 然后收成的人 会献上出手的水果给阿多奈 同时也纪念阿多奈 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赏赐给他们土地 提供给他们生活所需 那这个经文呢 我们可以在一位祭二十三章 还有生命祭十六章里面看到 那五旬节呢 又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像是七七收获节 七七的意思是代表 农作物收成 还有时间的圆满 那庆祝的时间 是在收成祝福仪式的最高潮 那七七收获节的庆祝的方式呢 是当地的人献上收成的农产品 给阿多奈 感谢他的祝福 祈求他保佑来年的丰收 那七七收获节或者说五星节呢 在后来对基督教 其实有很深的影响 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 有这样记载说 耶稣的门徒们在五星节期间呢 在那边祷告 结果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因此称为叫做圣灵降临节 那这个节期就变成是 基督教的那个圣灵降临节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犹太文化还是有影响到 在节期上面影响到基督教 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玉月节成为受难日复活节 而在这个五星节里面 成为基督教会的圣灵降临节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两个相通相互影响的地方 这是夏季的节期五旬节 那五旬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信念那个西乃山以色列人接受律法 所以在这边西乃山接受律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2009年的五星节呢是在5月28号 那2001年的五星节呢是在5月29号 一直到20日夜晚的来临 那这边顺不得来一点就是 以前我们有提到过 那以色列人他们算节期呢是从 一天的日子是从一天的日落开始 从日落的时候算是一天的开始 到隔天日落的时候一天的结束 那刚刚提到过说 五星节也是纪念西乃山 颁布律法 上帝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 那是在这边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Youtube里面 他有的解说 还有这个舍夫沃的音乐 你看这边我们看到 那舍夫沃的那个舞蹈 你看这是很大的节目 旁边很多很多的观众 在迎接这个春季来临 而且开始收成 还有舍夫沃就是五星节 开始收成 再来我们看夏季的节期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 纪念圣殿被毁 是在雅布月的第九日 那这一节日呢 是为了纪念第一圣殿 还有第二圣殿被毁的日子 那以色列人或者说以太人 会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度过这一日 那相反第一圣殿 由索罗门建造的这个殿呢 在公元前第十四季完成 然后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的时候 被巴比伦的军队摧毁 他摧毁的日子刚好是在雅布月 第九日 第二圣殿呢 他后来完工在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 在七十年的时候 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被罗马军队摧毁 而这两个圣殿被摧毁的日子 刚好都是在雅布月 所以雅布月九号变成是 纪念第一圣殿 还有第二圣殿被毁的日子 2009年的纪念圣殿被毁日子 在七月二十九日 而2001年的那个纪念圣殿被毁日子 是在七月十九到二十号 那有关的这些图片呢 还有相关的影片同学们可以看 那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Rub 就是用Rub的方式来述说 这个雅布月九日里面 身边被毁的经验 还有纪念这件事情 说过了这些节期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怎样的回复 前面我们从秋天开始 然后冬天 春天夏天 从四个不同的季节来介绍这个节期 那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因为在游泰文化里面 刚刚有提到过了 这个节期有的是跟大自然有关系 有的是跟历史有关系 甚至有跟宗教有关系 那所以假如说到宗教的层面里面的话 我们会发现 在他们的节期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祷告 还有庆祝 还有就是读经 读经典 那像以下呢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所谓的 就是节期五卷书 这边有路德记 雅各 传道书 以斯帖 还有耶利米埃格 这是在节期当中被宗主的书 那在他那里面 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 他有 Torah 律法书 Nevi'im 先知书 还有就是Ketuvim 就是所谓的圣卷 在这个 他那第三部的圣卷里面 有五卷书 就被称为叫做 节期书卷 西班牙文叫做Megilot 意思就是书卷 那就是在节期当中读的 那包括了路德记 雅各 传道书 以斯帖记 耶利米 埃格等等 他们分别在 在犹太人的五个节期当中 庆祝或者是颂读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 这个图里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 那分别是 在节期当中 读什么的书卷 那以下呢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路德记 那这是在五星节里面 刚刚介绍过五星节里面 就是 所谓的七七节 那七七节里面 刚刚我们提到过了 是庆祝农作物的收成 收割出手的麦子 那献上出手的果子 而在这个节期里面 刚好 路德记里面就记转 农作物的收成 以及有关保护穷人的法律 所以在七七节里面 变成 读路德记 变成一个连节 那相传 在七七节的时候 他们也会纪念 大卫的生日 还有他的祭日 因为传统里面说 大卫的生日和祭日是同一天 而这个伟大的大卫 他的真祖母 就是路德 在路德记里面 第四章18节到22 有没有提到 所以在这个节期 就读路德记 就读路德记 因为七七节 五旬节是收成的日子 那所以路德记里面 就 从这个路德记里面 来纪念这个节期 五卷 节期书卷里面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说 逾越节里面 读的是雅歌 那他们的专业性是这样子 我们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 雅歌是描述男欢女爱的亲爱 不过后来被解释成为 阿童奈耶跟 以色列人民主之间的爱情关系 那约节呢 那约节里面是描写 阿童奈耶拯救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带他们到一个新天新地 新的地方去 那所以这是代表是 阿童奈耶拯救以色列人 给予他们新的身份 所以这个雅歌和约节 就在这当中我们看到 上帝对他选民的爱 还有拯救他们出埃及 正好是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 用雅歌来表达 所以两个就彼此呼应 在玉月节的节期里面 读雅歌 第三个 五卷书的节期里面 我们看到是祝鹏姐 在祝鹏姐里面 就读圣卷里面的传道书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的 祝鹏姐是为了庆祝 农作物的收成或者说收藏 那会住在帐篷里面 纪念他们的祖先 在旷野的流浪 这种 住在帐篷里面 纪念祖先旷野的流浪 这意味着就是说 万物的生命 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就好像人的帐篷 坐帐篷一样 帐篷过不久就坏掉 就拆掉了 就好像人的身体 很坏一样 所以万物的生命 都是非常短暂的 这刚好也是传道书的主题 那传道书里面提到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描述的就是人生的短暂 所以应该要及时行的 所以万物生命的短暂 是传道书的遗体 祖棚 也是象征的是 人的生命的短暂 好 那所以第三卷 是这样子的呼应 第四卷 以斯帖记 在普洱节里面送笃 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在以斯帖记里面 他记载的就是 那个 以斯帖皇后 靠着他的勇气 拯救整个犹大族人 免于被当时的他们 德高 慌重的掌权者 叫做哈曼 免于被他们害死 或者灭祖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拯救事件 所以有 托尔节的由来 那 犹太人在这边过节 来纪念他们 或者拯救 免于没有的命运 而且举行 那个化妆舞会 party 来庆祝 最后 五卷梳理念 我们还看到了 有 耶利米埃哥 那耶利米埃哥的内容 主要的是在描写 而且当圣殿 第一圣殿 587年之后 被毁的时候 整个留下来的 断圆残壁的情况 饥荒的人 在城里面 找不到食物 还有所有的 原来是高贵的人 都变成非常的落魄 那整个城的残破景象 还有明不聊成的情况 在耶利米埃哥里面 非常 凄惨的 清楚的描写出来 那这是在耶利米埃哥里面的情况 而雅布月9号呢 就是刚好 就是为了纪念第一圣殿 还有第二圣殿的被毁 所以在这边 在这一天里面 他们都会禁食祷告 不吃东西 向上帝 都在祷告 那所以这个雅布月9日里面的 纪念这个圣殿被毁的日子呢 刚好 与耶利米埃哥 连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 配道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节期里面 它不仅是所谓的自然节期 或者历史节期而已 很重要 它还有一个宗教的意义在 宗教的意义里面 我们看到透过读这个经典 跟这个大自然结合在一起 所以以这个节期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特色 大自然的节期 加上历史的意义 还有加上宗教的意义 交楼成为一个整体 那只是我们从犹太文化里面的节期 所看到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路德纪里面 西七收获节所读的 约节里面 读的是雅歌 而传道书里面 这放在祝鹏节里面阅读 普洱节里面则是读以示铁记 伊利米哀歌 就放在雅歌乐的九字里面来读 这是我们看见这五卷树 结期五卷树的情况 结语 结期是一种纪念 借着举行又一次重复的礼仪 来重现过去的事件 同时也为此欢乐还有庆祝 在公元第一世纪 耶路撒冷是举行 以太宗教节期的重镇 在重要的朝圣节期的时候 往往吸引众多的群众来参加 比如说在约瑟夫 第一世纪 公元第一世纪里面的 约瑟夫就提到说 在玉月节的期间 到耶路撒冷过节的 朝圣者曾经达到270万人 这是在古代里面 来看这是非常庞大的书 在这些节期期间 特别是逾越节节期 被宰杀大量的牲畜 来作为献祭 公元70年 圣殿被罗马军队摧毁之后 虽然献祭的祭礼就此中断 但是呢 犹太的节期呢 却在没有圣殿的情况 继续的保存下来 而且年年庆祝 直到今天 那犹太的节期显示 这个节期里面 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 将宗教信仰 历史经验 农业节期 以及祈祷读经 结合 融为一体 借着一年世纪的变化 农作物的播种 还有收成 庆祝节庆 深思历史的拯救 期待 自由 以及解放 能够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下去 好以上是我们介绍 以太文化里面的节期 那以太文化节期里面 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 那希望有兴趣 了解其他节期的同学 可以看这边的参考 书目以及网站的资料 特别像是像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 这些 你可以在魏道师 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其他的请可以参考 参考网站 那再来这边 我们再要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 杨历的月份 还有犹太阅历的月份的名称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让同学们再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月 23月 一直到雅达月里面 他们在我们的杨历里面 大概是在哪个时间 那附录里面 这是大家非常熟的 叫做以色列的水舞 那这水舞里面 我把它翻成那个中文 然后同学们 你假如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YouTube 那这不同版本的那个水舞 那这水舞里面 其实这首诗诗歌叫做是 你们要关的取水 从旧恩的泉源 取出水 水 水 那所以在Mine Mine Mine 的当中 这首歌就不断的重复 那这个歌词呢 其实是来自于 Tanak里面的先知书 以赛亚书 十二章三节里面 那这首歌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特别是有喜欢普通舞的同学 那你会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只要提到以色列的 那个舞蹈的时候 就是会这个 以色列的水舞 就会成为大家有所能详的诗歌 同学们有空的兴趣 你可以点选YouTube 看谁首诗歌 还有他们的舞蹈 好 即将我直接鑿 鑿 嘴 是 黄 我们都可以 substituy 放一点